那妳還好還坐這邊 沒辦法妳先走了 所以妳真的身體要健康 要維護到 真的 另外一個是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蔡紹芬 港姐 很漂亮 就是甄嬛傳裡面最壞的那個嗎 對 皇后 1991年她17歲 港姐季君 她也有可憐故事 第一名是誰 第一名中間大家看到是 郭愛銘 劉沁的老婆 對 好亮 當年選港姐的時候 左邊第三個 她的泳妝照 蔡紹芬 她為什麼會出來選港姐 17歲 中學沒有畢業 道理說港姐 郭愛銘冠軍是什麼 是美國雙學歷 美國雙學位的學士跟碩士 冠軍 她是中學五年級沒畢業 為什麼妳知道嗎 父母親從小離婚 媽媽帶著她跟哥哥住 可是媽媽也是跟沒媽媽一樣 她媽比沒媽媽更嚴重 賭博 也是賭博 蔡紹芬跟她哥哥從小就幹嘛 天天搬家 為什麼家裡被人家噴漆 債主噴漆來寫大字報 天天搬天天搬 所以蔡紹芬根本不能唸書 中學五年級沒有畢業 就出來選美了 模特兒小姐選 然後17歲可以到港姐了 馬上選港姐 第三名選上 因為漂亮 香港小姐當中都這樣 第一名是有學歷的 第三名進演藝圈的 她們都這樣選 你是設計演藝圈 第三名學歷不高沒關係 第一名去出去清散 她一出來 大家17歲 結果你知道18歲 就在軍樂飯店 香港軍樂飯店 拜了一個百萬派對 成年禮的派對 當然大家一看說 蔡紹芬家裡這麼好 我家這麼好 蔡紹芬說是我乾媽幫我辦的 乾爹 乾媽 乾爹 乾爹是生食的事情 可是當時沒有講說是乾媽 可是後來才知道怎麼回事 後來蔡紹芬整個把她的故事 哭訴出來還知道怎麼回事 原來她17歲選美 因為家裡根本沒有錢 母親欠債很多 選美就能幫母親還債 一選上之後 香港當然很多富豪 就一直在專注這些選美家裡的 在等著 當時的L君 最有名的L君 就看上了蔡紹芬了 就透過乾媽就講說 想跟蔡紹芬做朋友 L君就是我們現在心裡講的那個 後來有跟好多名女人 關西林 李嘉欣 名字很難寫的那位嗎 最喜歡女明星的L君 當時媽媽一聽過 L君要跟我女兒做朋友了 就跟蔡紹芬講 那答不答應 所以當時就辦了這個百萬生日派對 這個派對只是一個排場 真正就是錢 就是幫媽媽還賭債了 一千萬的港幣 一千萬港幣當然也包括了 房子 車子 還有賭債 全部還了 所以當蔡紹芬你知道一出來 91年一出來就進TV拍戲了 最早人家算他 他大概一個月大概 一百多萬港幣的收入 幾年間馬上就是 當然這是目前的幕後 就是沒有人講了 就是L君已經出手了 從一百萬到六百萬港幣 收入就來了 也是開名車住豪宅了 當然後面是有人支柱的 完全就是因為 幫媽媽去還這個賭債 所以他必須做L君的女人 他也答應了 好啦 可是妳知道 他當時這樣想 妳看也是跟佩晶也像 我反正媽媽媽媽媽媽 我幫妳們嘛 那我做了 那妳要改對不對 我已經做了 我跟她女兒用妳是最笨的 她根本不知道母親在想什麼 對 妳還了一千萬對不對 母親想 我女兒有個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來源 金主 不怕了嘛對不對 我賭得更大了 以前還賭這樣 那現在我可以賭更大 因為反正那個金主這麼有錢 我跟妳講 母親越陷越深 越賭越大 蔡紹芬這樣痛苦死了 她幫她媽媽前後還了大概 八千萬的 瞧 一億多左右 她媽這個無底洞 這邊賭那邊賭 我跟妳講 到最後蔡紹芬 她一度憂鬱症想親生 為什麼呢 因為她不愛L君 她今天如果愛L君 也就算她不愛L君 因為蔡紹芬是個 追求真愛的女人 因為L君同時有好多女明星 她也有家庭啊 L君 對 她有家庭 可是別的女明星 有的人不在乎 可是蔡紹芬不行 她死心免 她要得真愛 那L君的真愛 當時根本就不是她 L君的真愛 大家都知道是另外一個 現在家境豪門的 蔡紹芬很痛苦 她就是為了幫媽媽媽還債 她後來20歲 她終於終於跟媽媽 脫離母女關係 脫離母女關係 媽媽妳跟我沒關係了 我也要脫離L君了 再也沒有人幫妳還賭債了 所以這就是她跟她媽媽 正式決戀的 還好後來蔡紹芬她找到真愛了 現在嫁給張靜 生活很幸福 她最近剛生完 出來拍戲 又是演皇后 可是很慘的事 當年很殘酷的 大家幫蔡紹芬 取了一個什麼外號 妳知道嗎 叫人肉提款機 是個非常難堪的外號 所以佩經妳看到現在 香港的女明星 一樣命運得太多了 佩經如果說跟家裡面 劃清關係 這件事情就再也不用煩到妳了 妳會這樣做嗎 妳有被煩到已經受 妳有受不了到 無法解決到這樣子嗎 如果像蔡紹芬那樣子 我不敢 我不敢 妳就寧願一直背下去 這些一直面對下去 對 做不出來 我跟妳這些女兒 包括梅艷芳 包括蔡紹芬 妳都會發覺 她們就是注定來還債的 可是像剛才蔡紹芬 或者是梅艷芳 媽媽都是賭 那年姐 台灣有沒有新媽在賭 搞得明星很辛苦的 我們有一個八點檔的女明星 叫簡佩恩 戲裡跟戲外 其實經常有很多的角色 有反映到她自己為什麼 她常常演那種 為家裡悲哉的一個女生 事實就是這個樣子 剛剛講其實 家裡有這麼漂亮的女兒 去當明星之後 有的媽媽不得了了 就覺得說我是新媽 她媽媽的程度是 剛開始先去跟外面講 講說我女兒就是簡佩恩 所以她比如說去喜歡珠寶 妳爸爸是喜歡那個 不懂吧 她媽媽喜歡珠寶 到珠寶店去說 我是簡佩恩的媽媽 我好喜歡這個珠寶 我要買 可是她沒有這麼多的現金 人家想說那沒關係 妳女兒是簡佩恩對不對 妳可以先付多少 妳有錢再拿來 或是她媽媽會講說 我會去跟別人誰誰誰借 或是說我女兒 會來幫我還 人家就把她珠寶拿回去了 成功了對不對 所以她媽媽有這種狀況 就是越來越多 下次來她會看更好的珠寶 甚至於她會去跟朋友借錢 我是簡佩恩的媽媽 我現在需要什麼什麼 我女兒她會來幫我還 所以簡佩恩在拍戲很辛苦 有時候早上兩三點起來 拍到半夜三四點 她奇怪 有人到攝影棚來跟她講說 妳媽媽欠了多少多少錢 妳要還 她才知道說 我在那邊每一日 每一夜的工作之外 我媽 我媽竟然給我欠這麼多錢 她會去跟媽講說 媽妳不能再這個樣子 我再會賺 可是妳這樣子 我沒有辦法 媽媽有稍微收斂 可是後來又開始了 因為那變成是一種習慣 就像爸爸那麼愛古董 她會不由自主 而且結果說 我女兒不會丟下我的 就再去 反正女兒在拍戲是個明星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廟 妳看我爸爸這樣子 我爸爸媽媽這樣告我 在這兩年當中 去年我爸爸又花了200萬 在買古董 還繼續花 如果妳不把她止住 怎麼止住 妳看她現在這樣就是止不住 好笑 佩恩也是一樣 她就沒有辦法很下心的跟她媽說 媽 妳從今以後 不要再跟我去亂買東西 亂借錢 她只敢勸說 所以就又再來 然後又勸 妳不要這樣 又再來 甚至於她在攝影棚裡面 是她一起拍到 聽到那消息之後是昏倒了 昏倒送醫 然後一樣 後來朋友跟她講說 妳真的不能再這樣 妳名譽也沒有的 因為報紙寫出來說 簡佩恩的媽媽 因為有人在主去告 去告她媽媽 上了社會新聞 妳簡佩恩名譽會受損 人家跟她講說妳要止血 妳要斷 妳要終止她這個這樣子 或說妳要出來講 她就是跟佩婧一樣 心很軟 她沒有辦法做到那一步 可是後來真的 內外交集之後 她終於痛下決心 終於有一個聲明說 我跟我媽媽 我媽媽今後所有的負債 我不認帳 有這樣一個新聞出去 可是不得了了 老人家會受不了 就是又去控訴 說我被氣養了 我寧可沒有這個女兒等等 所以姐妹那時候 她真的沒有辦法到怎麼樣 她就休息停止拍戲了 因為那個壓力會很大 妳會有電視台的壓力 有粉絲的壓力 有觀眾的壓力 妳看嘛 妳媽媽都不養 妳演什麼電視 妳很會賺 媽媽會吃妳多少 用妳多少 她只好幹嘛 她有一陣子就開餐廳 開餐廳 其實妳別以為說餐廳這樣子 也是富麗堂皇 有一次我問她 我說她來錄影 我說佩恩妳做餐廳 漂漂亮的女生做餐廳 妳苦不苦 她就對 她就叹一口氣說很苦 為什麼 三 四年起來 有時候要去買菜什麼什麼 妳要張羅 而且她說店開的時候 她以為說不得了了 外面排長龍 客人 她本來很高興 後來一看 那個長龍排的是 隔壁那家的 不是排他們家的 她說後來她就 她就換了一個心態想 她把他們家的椅子 通通拿去給那個排隊的人家做 給隔壁那家的 後來這些人慢慢慢慢 就光顧到她這一家來了 所以把那個姿態放得很低很低 去招呼客人 去做 人家想說漂亮的女生 女明星 原來也可以服務我們這麼周到 餐廳做起來了 慢慢慢慢做出成績來 她現在才又回來開始拍戲 因為她還是很想要拍戲 這段期間的沉澱 人家這樣子 媽媽的事情是真的有平息下來 而且她終於 佩經妳要硬起來 妳真的要做一個很切割 而且佩經跟她們不一樣 她們還繼續可以出來拍戲 妳叫佩經怎麼辦 妳出來拍戲 出來唱歌嗎 根本不行 剛剛妳說沒有辦法做到 像那個蔡少芬說 跟家裡劃清一刀兩斷 有沒有辦法至少學一下 簡佩恩登一個聲明 妳沒有跟她斷絕母女關係 但是媽媽的在以後不干我的事 這樣的事情可以做到嗎 剛開始我很痛苦 我覺得我對我這樣是不是不笑 我一直在想 可是很多人都勸我說 妳沒有 妳已經做夠了 妳該要停止了 所以我現在有一點釋懷 就是說我暫時我就可能放下 但是如果說她們要住 我還是得 我覺得我還是 妳的命不用這麼苦的 對 薇薇安 我們剛剛聽了這麼多 母女糾結的事情 什麼樣星座的母女的配對 是最容易發生這種糾結的事情 雖然說天下無福祉的父母 但我們今天聽了很多 比較特別的父母 我們來看有三個組合 如果她們是家人的組合 有時候不一定誰是媽媽 小孩或兄弟姐妹的組合 特別容易有金錢上的糾紛 比如說第三名就是 邏輯就是錢是花自己身上 有年終獎金就先買手機 錢要花在家人身上 有年終獎金先買沙發 所以這兩個當家人組合時 就非常恐怖 有年終獎金